王调主席这棋真是下的太绝了 多次弃子攻杀弃鞠攻杀 这个孙大刀还不敢吃 我们来看这把精彩实战 红旗当头炮 孙大刀把马跳 红旗上马 飞到出鞠 红旗出鞠 黑旗挺足 红旗过河鞠 黑旗平鞭马 红旗挺兵 黑旗选择了平炮对鞠 除了平炮对鞠 也有走左马盘河的 红旗肯定是不对 摁住小马 黑旗退炮 红旗冲中兵 黑旗不会受试 红旗再冲 黑旗打一下 红旗躲开 走到这 黑旗一般要么走个足继阶营 要么走个足武阶营 他都没走 他改变了一下走子的次序 先点下路鞠 准备平鞠压马 红旗上马 黑旗直接就上马 下矮招就准备冲阻 展开反击 红旗选择了高炮 你冲 他就过来抓 这个黑旗呢 就选择冲这个足 拆散你的炮架 红旗上马 黑旗呢 来了一个迂回报钞 把狗甩过来 红旗吃掉 黑旗吃回去 红旗就继续 冲中兵 黑旗呢 充足展开反击 红旗退居对居 黑旗也只能对掉 红旗踩掉 黑旗平足打马 那红旗呢 先来一将 黑旗选择了飞向 再平兵吃马 给你对着干 红旗上来 黑旗上来 那红旗呢 把马上去 气这个底向 黑旗呢 也没着急打 因为你打个向江 没有啥用 不一手势 你关一个炮在下面 没有其他子力配合 对红旗啊 没有实质性的威胁 孤军深入 反而是兵家大计 上马 你不打也不飞 熊炮抵住你的马 下一招准备出狙抓炮 黑旗先出狙 那红旗出狙 黑旗 进炮封狙 这也是必走之招 你不封狙 让这个狙点进去 压缩你这个狙炮的空间 这五个狙炮 那你就痛苦了 红旗选择上马 也不怕你拍一张的臭狙 你拍一张臭狙 就打向 给你来一个反将 那黑旗呢 打一张 红旗不说是 黑旗呢 平足过来 红旗呢 向高居 你也没有打兵 重炮的旗 抵押落风 让你狙带想 黑旗呢 先支起羊角式 不怕马来将 红旗呢 就挺兵 黑旗呢 这个时候高居 他高居之后 下一手啊 就有一个瓶炮 重炮将 闪你的居 那红旗呢 就把炮 禀开 禀开之后呢 也不怕这个黑旗来一张臭狙 你来一张臭狙啊 可以飞个巷 你要是敢吃这个炮 那这个红旗啊 来一将 你只能上将 再退一将 你再下老将 然后呢 一进马 以后啊 这个刮脚 这边呢 往下 冲兵 这个 居双马兵 两边 攻杀 黑旗啊 难以抵挡 所以说呢 不敢造次啊 不敢得这个子 又选择了回马 想着呀 对掉一个子 能够减轻一下 后防的这个压力 那红旗不跟他对 扑进去 又要挂脚 又要卧槽 这时候选择来一将 你要是飞个线啊 他给你把矩一对 那这个红旗的攻势啊 也都没有了 那他选择了这个 行过来 弃子 吃掉 然后啊 他把炮吃了 炮吃了呢 这个马呢 在嘴里啊 黑旗还不敢吃 黑旗要是敢吃 红旗呢 就先来一将 你不敢上来呀 上来一进炮 这马和炮 你得出来 然后啊 他先要你一步杀 逼着让你捕受试 以后啊 他再进炮一将 然后呢 再平过来 这个啊 这边马炮 这边聚兵 两亿包抄 左右夹击 可以说是攻势 如潮 黑旗得一个子 但是他难以抵挡这红旗的四子联工 他不敢吃这个马 他就定了一手鞠 准备啊 以后啊 你不管鞠往哪边平 他都可以啊 给你对鞠 那你不吃 红旗啊 非要喂到你嘴里 非要让你吃回去 吃回去之后 以后他再甩鞠 你都没有对鞠的手段了 啊 黑旗呢 不敢吃 他就平鞠过来 准备啊 守一守这边 守一守这边呢 那红旗呢 就甩鞠过来了 甩鞠过来之后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上马 那现在都护住了 这个炮呢 看住卧槽 这个鞠呢 看住刮脚 红旗呢 就定居一将 然后再来一将 平兵吃马 黑马呢 你要上来把鞠路挡住了 你要上这边吧 又远离了主战场 他呢 就选择了退鞠 交换 你吃马 他吃马 这二马呢 还吃着炮 吃着兵 那红旗呢 来一将 然后啊 跳个变马 不给你交换 那黑旗就跳上来了 黑旗跳上来 下一招 这个马六进七 钓鱼马 进居 绝杀 红旗呢 就赶快把炮甩过来 甩过来之后啊 打着你的小马 打完小马之后 以后还可以摆中江 黑旗呢 就选择了进马 催沙 你这招进马叫沙 虽然看似很凶残 但是呢 你这个炮呢 就失去对这条线的这个支援了 红旗呢 就回马一将 黑旗如果退居 那呢 红旗啊 就可以把整个马给你打掉 你这个居 你就下不来 被吸住了 你吃完马 那你的居马炮位置不对啊 黑旗呢 就选择了 破老将 那红旗呢 采底释一将 还能再进来 然后再来一将 采得出来 然后呢 这一首诗 这一首诗 打着你的马 你要是用鞠吃 那就把马一打 你再把这个炮一吃 那你的单鞠寡炮吓唬闹 这边的可是 这个鞠马兵 三子来攻城 你后防啊 空虚 空城 所以他不敢这样交换 他就选择了直接 释马一将 那红旗也没惯着他 给他吃了 黑旗在沙士一将 进来 然后啊 他把炮一吃 这边呢 炮还打着马 红旗呢 就选择了 释马 再次弃子 这个马呀 就不要了 给你吃 那人家这边 释马都是个杀 那黑旗也只能吃马 这个吃完之后 好像黑旗 鞠马炮 红旗是鞠马兵 多个大子 好像红旗不忠啊 但是红旗接下来走出一步惊天妙手 窜未居 下一招 进马 一招之敌 你说你怎么守 你还不能退炮手 你退炮手他都不踩你 他还给你个马吃 你一吃 还不吃你 再送个兵给你 你一吃 都屁股一僵 绝杀 你看这期 精妙不精妙朋友们 所以说呢 他没办法 没办法退炮手 只能选择进马 那这样红旗进马一僵 黑旗呢 就只有器具 红旗给他一吃 一吃之后 像那样形成巨兵 对马炮 大子让看似一样 但是呢 一居十字寒 而且呢 降不安危 黑旗回市 红旗平兵 黑旗进马一僵 红旗上帅 黑旗赶快吃个兵 那红旗把狗出来 下一招 准备退一僵 把忠式给你一扣 你的老将跟起来 可没有护卫兵了 黑旗赶快高炮 按保这个忠式 你让这一僵吃事 他这门一僵啊 给你打掉了 红旗退一僵 然后呢 飞个巷 你马走开 他就把事吃了 你在拍中炮 不是想不带僵 那黑旗呢 直接就拍个中炮 红旗呢 来一僵 不能让这个老将啊 归位 然后退回来吃足 你又不敢往下拱 往下拱吃你的嘛 进把宝族出出来吃你 那这个族保不住了 他就吃个编冰 红旗吃足 飞旗把炮啊躲开 红旗再躲开 飞旗又摆中 那红旗把下落下来 飞旗呢 下老将 还是准备老将归位 那红旗肯定是不给他这个机会 上来 然后啊 平兵 再冲兵 再冲兵 这就要命了 黑旗回马 红旗现在不敢再冲了 你一冲 他马后炮僵 你一飞向 他回马一僵啊 把兵就给抽了 所以说呢 红旗呢 先出涮 避免你这个马后炮抽僵 那黑旗呢 就直视 红旗就往下冲兵了 黑旗赶快老将尽忠 红旗就靠兵 黑旗平炮 红旗呢 就退回来抓他 黑旗呢 还设个陷阱 下老将 你要是敢吃呢 再跳一样给你抽了 红旗不理他 进兵 黑旗出老将 红旗呢 先下一步帅 下招要吃你 那黑旗呢 退一手炮 退一手炮之后 他有这个马后炮杀 就牵着你这个局 红旗呢 就吃你的马 让你定位 你现在你也不敢 这个马后炮 马后炮一割居 吃着你炮 你就是双江进来 你炮一走开 这一杀式 这就凉凉 他选择跳中 那红旗呢 来一将 然后啊 再吃掉一个象 走到这儿 应该说黑旗也知道 自己不行了 但是呢 还有个小族呢 他希望 记得在这些小族身上 过足 红旗呢 就来一将 然后呢 他再抓你的炮 他回马 哎 那红旗退居 再一抓 黑旗进马 红旗呢 把这个小族 给他一吃 全岁人的希望 就这样 没了 那黑旗呢 也不再顽强抵抗了 这马炮 肯定是抵挡不住 这个巨炮的 这个进攻啊 就能偷得认货了